爆炸聲響傳出 隨後現場人群便出現騷動 黎巴嫩真主黨正在為17號呼叫器爆炸的死者舉行葬禮 但附近隨即發生爆炸 另外還有一家手機店冒出陣陣白煙 外頭停滿消防車與救護車 黎巴嫩在當地時間18號又發生新一波多點爆炸 消息來源對路透社指出 這次是真主黨使用的無線電對講機 在多個地方爆炸 社群網路還傳出爆炸的是日本各訂品牌的對講機 而這批對講機也和17號在全黎巴嫩發生連環報的呼叫器一樣 都是約五個月前採購 間隔短24小時 真主黨通訊設備先後再多點爆炸 可說時機相當敏感 真主黨今年二月為了避免被以色列追蹤 而停用手機 改用呼叫器聯絡 路透社報導呼叫器疑似進口到黎巴嫩前 就被安裝爆裂物 專家研判可能是可接收代碼的爆炸性材料面板 從遠端傳送代碼就能引爆 呼叫器爆炸案越演越烈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也出面關切警告局勢可能進一步升溫 而真主黨也已經對以色列北部邊境發動火箭攻擊 黎巴嫩官方也與真主黨口徑一致 指控以色列是幕後黑手 美國則趕緊強調事前不知情 目前也正值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埃及官員討論加薩廷火談判 美國也呼籲以色列與真主黨以外交手段解決問題 華視新聞陳剛斌 哈囉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